禁止華為 禁止未來 可能要公布一些禁止 中國大陸企業的名單 那這種種的動作 似乎都在往美方靠攏 那是不是代表 在美中台關係 這個三角平衡關係當中 民進黨想要做一個 比較大的結構的改變 從這個禁止華為的這件事情來看 行政院發言是說 資通處根據了2008年的函視 已經在盤點禁止各機關 採購中國品牌的產品 預計1月底要公布 詳細處理的原則 3月會完成盤點 那當然在這之前 工業院先提了 禁止華為手機的相關的方案 那這一種建立中國大陸品牌的 黑名單的做法 對於企業又會造成什麼樣子的影響 那工商銜進會的理事長說 建立黑名單是多此一舉 這比起政治 台灣需要的是拚經濟 如果政府再惡搞 2020恐怕會再輸一次 那台座的總裁王文元說 他有兩支手機都是華為 一支是蘋果 那華為手機照相效果很好 國際情勢不好掌握 但至少兩岸關係不要繼續惡化 意識形態不要太尖銳 但是民進黨政府所謂的 把中國大陸品牌列出長長一串 黑名單的這個做法 會不會讓兩岸的意識形態對抗更尖銳 那兩岸意識形態對抗更尖銳 是不是因此而有助於民進黨 在2020的選情 所以他一定會做這樣子的選擇 部長第一個先講到這個 他們最近的軍事演習 大家都宣稱是例行 但是不太尋常 因為他的第一個頻率增加了 第二個時間敏感 所以這些都讓我們對於說 他們提高這些軍事行動的頻率 背後的目的是什麼 有很多不同的想像 所幸是說沒有插槍桌 或者沒有衍生一些衝突出來 但是這並不代表說就會相安無事 然後台灣在這裡面 你就可以視為說 大家都是例行的 都沒有關係 我相信民進黨政府也不會 就這麼簡單的認為說 這就是例行 這兩岸來就讓我們感到 灰心遺憾 還有感到風險的原因就是 你的整個戰略的選擇 你似乎只有一種選擇 就是我選擇靠向哪一邊 甚至選擇靠向某一邊之後 你還沾沾自喜 實際上讓台海之間 陷入一個緊張跟風險的時候 我們覺得這個 對我們國家利益來講沒有好處 戰略上如此 結果經貿上面 然後生活上面 如果也是如此的話 我們真的很擔心 最後我們不但沒有得到好處 可能陪了夫人又責兵 就拿這個所謂的3C產品 或者是說通訊產品 資安這件事情來講 資安 國安都非常的重要 可是這個其實上是 相對專業的一個事情 如果把資安 國安 然後跟國內政治 國際政治扯在一起的時候 把它混為一談的時候 其實是最容易的一件事情 但是也是風險跟危險 最大的一件事情 為什麼這樣講 把資安跟國安把國內政治 混在裡面的時候 很簡單 我所有的你們的這些通訊什麼 我都可以講是國安資安的理由 所以我要限制 所以這馬上來了 大家對言論自由 對新聞自由的疑慮 反彈就會來 然後你跟國際政治 混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也是最簡單 如果今天我要選擇 我要靠向哪一邊 依賴哪一邊的時候 我全部用資安國安的理由 跟你講 我們所有的政策 應該要這麼做 可是這樣問題來了 這個會引起其他國家 或者是我們的對岸 對於我們兩岸政策的一個質疑 還有對我們在這三個環節之間 到底我們最後會不會因此 又成為別人的一個棋子 跟籌碼的一個問題 我覺得這是要非常慎重的 一個決策 所以當他說要把所有的這些 清單弄出來的時候 如果要這樣做的話 那會不會最後告訴我們說 那就是兩岸 你乾脆也那個什麼 三通直安全部都斷掉 網路都不要通 全部都不要通 這個是最安全的一個做法 我們不是要變北南了嗎 不過從國安也好 從資安也好 這是最安全 全部斷掉都最好了 但是我講的是說 其實這不是在確保 國安跟資安的方法 確保國安資安的方法 是在你的安全意識 國家安全意識跟 自動安全意識在什麼 我可以這樣講 我們難道很多的官員 難道沒有配發他 所謂的保密的手機嗎 或者要開發那個保密程式 給他們用嗎 我想請問現在 這些官員有誰在用 有誰在用 你告訴我 根本都沒在用 幾乎都沒在用 因為難用 然後再過來 因為搞不好安全急速也不夠 所以當你要講說 我要經用哪一些通訊產品 因為它有國家安全益力 或自通安全益力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要的是一個專業 就是告訴我們說 這真正有危險存在的事實 有危險存在的事實 再過來 你的替代選項是什麼 還有一點 當你把這些東西都學 就算你說我只限定公家部門不能用 民間要不要有疑慮 你今天公家跳出來 公務部門政府跳出來跟我們講說 這些產品不能用 這個是有資安危險的 然後你說我的限制 限制在公家部門不能用 我個人用戶我會不會懷疑說 我如果用同款手機 用同款的通訊產品 政府說這不能用 它有資安的風險 難道我用就沒有嗎 它應該是一個宣示作用 就是我公務部門不能用 因為它有資安的風險 所以你民間部門 你要自己去控管 你也不要用 否則你跟我公務機關怎麼聯絡 所以這中間會產生一個斷鏈 甚至會產生一個 大家不曉得 到底哪一個產品是安全的 所以他要公布黑名單 告訴你說這些都不安全 可是問題他說這不安全 又只有限制公務部門 他沒有辦法限制 民間部門都不用吧 到底我民間部門來講 我這個產品到底安不安全 不方便的時候你就會遷就他 政府其實要提出 更有力的科學證據 告訴大家說 這個真的是有資安跟國安的疑慮 而不是就是講說他有 所以我們就不能用 我們來看這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是在1月19號 公園院說 華為手機有資安的問題 所以公園院不能用華為手機 隔天我們可以看到這張照片 是華為有一個新機 Mate 20X在台北上市 結果有這麼多人去排隊 排隊要買這個新手機 這張照片PO出來之後 很多人就說 這些人難道是匪諜嗎 已經說這個有資安危機了 有國安危機了 結果這麼多人去排隊 買這個手機 難道都沒有聽到政府的警告嗎 說這個華為的手機有問題 而未來如果要列入黑名單 包括了中興 包括了海康 威視 包括了聯想 可能都是所謂的中國品牌黑名單 但是這一些 這一個3C產品 其實對於台灣的整個產業鏈 是有滿大的影響 而且它在世界上的市占率 其實也滿高的 特別是海康 威視 這個核心的監視設備的產品 它是結合雲端 大數據 人臉辨識等等技術 它在台北的市占率 台灣的市占率大概是30%到40% 聯想電腦在台灣的市占率 大概是24% 都不算低 如果三月份一公佈要全部禁的話 剛剛江委員所問的 民間企業是不是要跟著 政府的宣誓一起走 這個能做得到嗎 華為心機這個牌堆的 一個可能都說路配 都路配 我們的政府就是這樣 第一蘇馬交集信 第二亞龍主台 第三 傭傭隊的人去背望 美國跟中國大陸現在是在無益戰爭 因為無益就是經濟利益 所以他們在完結 結果你選得去締徒 因爭美國的力量準備要對抗大陸 那麼你把台灣的生意地址合定 二十多年前 李政緯總統一句蓋劍 讓台灣的生意就對了 失去一二十年的生意 所以我們現在在完結了 我們的薪水回到十八年前 補齊二十八年前的水準 要怪什麼人 就一句蓋劍容量 看我們減賺多少 這十九年來 二十年來 日本 韓國 歐洲 所有的國家 甚至東南亞 全部都恃立在大陸的市場 在賺錢 我們剛才對蓋劍容量了 剛才這個台湘大家去那邊 台湘去政府沒有提供 因為自己和大陸的機關結構 所以比較有組合 透過我們的台湘的協會 經過到抗五年 連前的破冰了 台湘比較不想說 後頭家有人來 就是我們兩方的關係 慢慢好了 這個台湘在抗五年到現在 這十幾年多賺多少錢 你知道嗎 在台灣多賺多少錢 你知道嗎 我們一年 在台湘貸的錢 重點失的 像現在還有七八百的美金 就是說一年賺兩條花的順差 那麼在這樣的情況 你引進美國的力量進來 最後你把這些產品關控 我請問你 我們台灣現在有什麼 你中央的個人的資料台湘沒有 我跟你說 走路都已經跟你講了 你今天去抵抵抵抗病之後 你怎麼知道這個無地無稿 你的身份很多 中小企業 只有一個系統換了 大家要證明多少個身份 個人你所有的信息 收費無所不值 就讓他進去 現在他這麼厲害 他說公家機關都不可以 公家機關的系統就變成都要用美國的系統了 這樣下去到我們所有民間的 你當作跟你無關 我跟你說 你所有的手機你的系統 全部都要注意 台灣好不容易 剛才說的 我們要親密 優立 合中 今天的政府就是受中 跟台力當作完少人 你看台南有跌倒跌倒屁 你當作美國的軍頭有很大量 不然這樣叫他出來燒天 美國如果跟我們說 台灣拚 跟台力拚一拚 我拚你